大家好,我是戴野猪 公子和神子卡池正式官宣了 野猪我也是第一时间来通知大家了 接着我们来详细分析下这次的卡池 先祝所有点赞的朋友出角色 投币的朋友出角色和专舞 三连加关注的朋友直接满命满金 大家可以关注野猪我 有什么问题可以私信问我 卡池开放时间 11月18号下午6点到12月6号 简单来说 这次卡池就是专门为了喜欢公子和神子的朋友准备的 不打算抽这两位的朋友 直接跳过就可以了 纯元石 为了后面将要复刻的这些角色准备吧 尤其是第一排的这四个 这次卡池我们纯元石 等到他们复刻的时候抽他们就稳了 接着来说一下几个四星角色 首先莱伊拉确实非常的漂亮 但是我不建议大家为了四星下卡池 除非你和我一样是纯粹的XP玩家 愿意为了抽四星而使用自己大保底和小保底的机会 关于莱伊拉的培养攻略 野猪在前面这期视频中已经说过了 这次抽到以后我也会带来相应的攻略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 到时候方便查看 接着来说一下屏障 在四星角色中 他作为主C是非常强力的 新人朋友如果要练也是可以的 但前提是我们没有主C 如果我们已经有了两个主C以上 那就没有必要练他了 接着是托马 作为一名护盾角色 他的亮点是可以挂火 但问题是火系辅助太多了 两位六星战神全是火系 所以这次的卡池完全就是公子和神子除抽的 其他朋友就不用抽了 武器池真意东极白星 四星武器甚至还有中镜毫无亮点 总之把这次卡池当成给我们存原石就行了 角色池出五星的几率70抽左右 武器池60抽左右 两个池子都是独立计算的 并且抽数继承 武器池只继承抽数 定轨值不再继承 所以大家一定要想好 要不要抽这次卡池 最后向大家求个点赞三连 我每天都会分享最新资讯 原始活动攻略教学 朋友们可以点个关注 每天花几分钟看看 以免错过各种福利哦